杨成林最近在中国舞蹈节目中大展舞技,但表现却屡遭网友批评,指他跳舞太用力,表情过度争鸣。 在最新一集《了不起舞射二》中,杨成林表演和解舞台,他在花絮中透露,这次从排练到走位,一直都饱受批评,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。 彩排时,等到其他团员离开后,他更难过地坐在舞台边痛哭,画面令人鼻酸。 值得庆幸的是,最终舞台呈现十分出色,感动了现场所有人,杨成林感慨表示。 其实我从小反而是很有自信的人,但是就是来到了这个环境以后,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人,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怎么做,你根本不适合,或是你不会。 就是这种质疑声其实会在大家的人生当中一次次的发现,所以为什么要跟自己和解? 跟自己和解,一部分是我要消化外界给我的情绪,我要相信的是自己,而不是相信我听到的。 另外一个跟自己和解是,当我质疑我自己的时候,我可不可以抱抱我自己,可不可以告诉自己,你不要怀疑自己啊,你做得很好。 那我从这一期开始说,我没有不会跳舞。 而且,而且,我明年就要奔四了,老娘还是要跳下去。 寄程都 batch溢 像评优独's 也熟走 广珍 ! 火独 摇 夏 爽 熊